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孩子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夏令营 比如说跳舞 打羽毛球等等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直播间来了一位家长 他很特别地陪孩子去了中国 和孩子一起参加了夏令营 让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哈喽 蜜蜜你好 蜜蜜你好 很高兴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大家来听我讲故事 又是孩子的故事 跟夏令营有关的 是的 那我们想了解一下 比如说因为您的孩子 我也是了解到今年13岁了 那您给他挑选这个夏令营 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想想 心推心在谈 因为本来这个节目要夏天之前 我就没有这个经验了 我挑选夏令营是根据他的兴趣 因为他在前年在这边的夏令营 多伦多的夏令营 开始了他的绘画的旅程 他这两年坚持下来 成绩还是不小的 我看到你带了很多这个作品 我就不能呼呼一寿了 这是他的第一幅画 第一幅画就挺那什么 还是不错了 发现他挺有耐心的 又是多久画完的这幅画 这幅画应该他刚学 应该是十个小时吧 十个小时就做出来了 对对对 更复杂的话可能就那什么 然后呢就先说 这是油画吗 这是水彩 水彩 在这个之前呢 其实他是从前年开始先上素描 后来我知道了 真正想绘画的 找这个专科的道路的 当然他不做专科 但我知道老师觉得你是可素之才 会从素描开始 素描半年以后让他选 他就选了水彩 其实呢水彩比油画还难 是 那他也不知道 但他选了这个 他就水彩这个系列今年完成了 又进入油画了 都是在差不多夏天就节课 然后又上新的台阶 我就说为什么 他其实在四岁的时候 我就想让他去画 那会儿大家都是 孩子能静下来 学点东西嘛 别乱蹦乱跳 什么不学 其实他那会儿不感兴趣 他不感兴趣 我也不压他 但是我上了一期西人的 交线也不少 也就是没有真正的 那你现在一听 不懂吧 我觉得可能他 不懂 孩子每个人开窍不一样 是的 开窍但大家要试 这个夏令营 前年的夏令营 让他开窍了 除了这个绘画传 有没有参加过别的夏令营 也觉得他比较开窍的夏令营 开窍的夏令营 其实我是这样 我并不是说 我要去给孩子学 我是看他的特点 他身高 他体育挺好 然后呢 做下来也比较细 所以今年的夏令营 他说喜欢羽毛球 看别人打 那么 因为他的体育 还是不错了 有点天分 我说你去打 你好好的打 不要怕苦 真的是开始挺疼的 两个星期下来 他直接开学 就进入中级了 中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级以后 就是比赛级 我觉得他是 他是应该能做到比赛级的 不要跟 加把劲 对 加把劲 稍微你要 你既然有能力 你就要吃苦 然后你要勤奋一点 然后呢 他觉得打自己挺好 那有更高手 让他看一看 是 是 是 就给他更多的竞争 让他看看 对 其实有的呢 为什么我要说 这个夏令营 怎么说起来呢 夏令营两个月 这时间真不小啊 就是因为你看 我画画一星期只一次 我一年能画多少次 这夏令营一天 就好几个小时 对 一周就好多天 能学很多东西 这个时间应该 被好好的利用 对 能上一个台阶 但这确实要 孩子和家长配合 否则他 你上一个吧 还觉得枯燥 但你上那一个 那种班 什么都有的 你又学不到东西 对 我当时呢 正好是我的经验是 我上午上一个 画画静的 下午上一个羽毛球 是 对 半天的呢 确实价格贵一点 贵一点 但是我觉得 学的东西多嘛 学的东西多 然后呢 它可以转换 对 当时今年的夏天呢 我弟的孩子 从美国过来了 美国没有这种条件 美国没有 他在芝加哥旁边 香槟城 真的是没有 所以呢 他开八个小时过来 在这上两周 画画也好了 羽毛球也会了 对 很好的机会 学习东西 对 把它安排好 我看到你今天带来两张照片 是在中国照的 对 刚才你不是说 我的特点 就这次吧 很巧 我是因为上了一个叫做 深圳密学院的威克 威克 在威克上呢 有个绘画班 我就知道这个绘画 有个手绘班 要在贵州 我觉得挺好 我儿子正画画 但他没有写生的经验 我回去 每年都要回去嘛 对 参加一个夏令营 学点东西多好啊 然后我也抱 因为我也要 我也学画画 我也跟着孩子一块学 去成长 后来我们就报 当然价钱是还蛮贵的 每年都带儿子回去吗 我每年都回去 是为了那个中文不退化 因为看爷爷奶奶老爷 老人家 他都习惯了 这种尊重老爷 就孝敬的心 他一直有 每年都回去 那么热的天 但是我们真的都已经适应了 对 但以后 今年回去有点水土无辜 所以就宁愿把这个时间 更好地利用起来 回去的时候也上个课 没错 你去旅游团是一个 但你上一个课呢 这叫游学团 昨天秘学院的老师就说 我还问他呢 我说又怎么比我们旅游贵 我稍微算一下 我也不是说那么在意 他跟我说 这叫游学 是老师的费用比较高 中间没有让你买东西 一点不浪费的 全在学东西 对 而且到贵州这个地方 多难看发呀 开四个小时的车 到那个山顶上 苗寨 洞寨 风土人情 是真的老师 好好地教你这个学生 对对对 是四川美医院的建筑系的老师 那你儿子觉得这个课程怎么样呢 他觉得挺好的 但是有一点呢 他就是因为没画过人物 他就老避开人物画风景 但那些孩子又没有水彩 他画的水彩又受那些孩子的那什么 那些小孩都比较小 是八九十岁 他就大 他成了大哥哥 稍微大了一点点 稍微大一点就不太一样 然后呢 他就是很成熟的 等于在那边不仅学绘画 还学一个为人处事 对对对 我没想到他挺有耐心的 那些小孩很调皮 他也能接受照顾小的什么的 那些孩子也是全部从加拿大回去 还是做 不是 全是当地的 四年八八 北京 上海 深圳 五六个城市 那也是很不错 给他一个接触中国孩子的机会 对 包括家长 他们也都是家长带领的 基本上全都是家长带的 那有的家长就离不开孩子了 照顾他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应该 看在孩子这个学习的过程上 怎么为人处事上等等 毕竟我们是加拿大过去的 对 这个照片就是 我都忘了我放没放那什么 就是他 我们穿的民族服装 然后那些小朋友 七个女孩 六个女孩子到了 这些都是女孩 对 我也凑份子 我觉得挺好 但他就不好意思 只有三个男孩 他就不那什么 六个女孩 三个男孩 对 九个小孩 特别有好多故事 挺好的一个 对他也是锻炼 还有一个锻炼是逆境的锻炼 刚才我就说什么逆境 我们都水土不服 拉肚子一天 发烧 那你说很难受吧 我们是耽误点课 但是孩子呢 自己培养了他 在面对这个 就是生活不顺的时候 怎么去面对 学会了保护自己 我就把这个正面看待 他有觉得很难受 或者是觉得不想呆了 想要回 没有 他直接克服了以后 还继续呆很快乐的 那还是很不错的 很不错 我觉得 那你觉得孩子和家长 相比较对于夏令营 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 你说在中国这个是吗 对对对 在中国这个 我好像我回去的吧 我宽容度还比较高一些 就对于领队 他们有一些有问题的话 我相对能够理解 但是国内那些家长 他们都是特别重视孩子 他们去过很多夏令营 参加过很多课 他们都知道这个夏令营的 质量是什么样的 他们提出的问题 跟我想的可能就不太一样 他们会说什么呢 他没有我们 就是最后一天吧 可能就住得不太好 然后大家整个团队吧 可能有的身体不舒服的 这种情况 但我觉得这个就 因为我也是做保险的嘛 这是不可预测的一个情况 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情况 对 当然有人为的东西呢 人为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背后 是哪一个关节出错了 所以当你遇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你只能去面对 但是我们那些家长 从来都没什么愿言 都下来讨论的时候说的 那你已经参加过了 这个中国的夏令营 那在加拿大呢 也参加过很多夏令营 你觉得中家 他们有什么区别 或者说哪个你比较喜欢 我想想 其实呢 首先因为我们夏天 回去太热了 这个是必须要克服的 但基于是内容的话呢 在国内你能够提高中文 提高中文 在这边的话呢 其实挺丰富多彩的 比较放心 然后呢 你选择就离家近都很轻松 价格不比国内贵 根本就 就比较起来 丹尼尔参加过 我挺建议 可能是稍微贵一点的 但是到外头去 一星期 他去过篮球的那种夏令营 到外头去是什么 就住在外头 就住在外头 对 所以说我比较 他们也就一千家园住一周 但是呢 也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 对 别的比较远的地方 这对男孩子岁数大一点 是一个锻炼 他的生活能力 与人打交道的能力 是吧 还学到一技之长 去过的小孩 有中国过来参加的 英语好的 都想再去 这不仅仅是一种 就是学东西吧 还有一种 就是和同伴们怎么相处 因为你想家长不在旁边 那上课的时候 毕竟是住在家里的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出去七天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你在小木屋里头 你还怕虫子 你还怕什么 这个你不能怕了 这么多人 这个应该叫集训吧 他们叫做 集训 怎么说的 它不叫夏令营 但是也叫Summer Camp 里面在底下 再加个注点 是什么样的 那明年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有明年我在想 夏天太热了 我要找一个 我想三月份回去 就这种 就叫什么 春假 还是想回中国 我肯定要回中国 每年都要回去的 只是说孩子以后再大 他愿不愿回 他就13岁以后 课业紧张了 怎么样 但我还会找机会 或者是说 寒假的时候 找气候好一点 因为你回去 万一你身体不舒服 你就耽误学习东西嘛 还是陪他一起 参加一个夏令营 对参加一个夏令营 他自己要愿意参加 我也挺支持的 对 可能是我有点放不开他 项目有没有什么 有看好的项目 其实深圳那边挺多的 它密学院当地有滑艇 它不那个挨着海吗 他们特别好 学翻船 就是独立操作翻船 就是完全都不用有基础 就直接去 他们就能教会你 肯定对男孩子 我觉得挺酷的 那种 对我觉得也不错 多学一个技能 而且那边气候 吃得也好 大城市嘛 对 我就是这么着计划着 然后到那 其实挺多课可以上的 怎么去分配 把孩子的兴趣和这个 当然费用也要考虑一下 对对 好 相对来说 谢谢丁丁 那最后最后 有没有什么建议 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 让他们挑选 比较适合自己孩子的夏令营呢 除了夏令营 夏令营只是一年的 那么两个月 其实平时呢 我们都应该有一个 就是观察孩子的兴趣 能够陪伴成长更好 举个例子 我不就是 我刚才带了还一幅 最后面这一幅呢 就是我画的 对 某一看都差不多 孩子一起学习成长 对 不管是夏天 是一年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 想的 就我是起步晚了一年 但我不怕 是吧 我脸皮厚 我可以学 是 对 我儿子今天以为是他画的 我们俩争了半天 对 我希望就说 除了夏令营 把他抓紧起来 平时也是点点滴滴的 对的 对的 夏令营完了 我们后的还有更美好的 对 节日是吧 的确如此 好 谢谢妮妮 谢谢各位观众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下去节目再见 再见 好 谢谢